MING PAO CANADA 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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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歡迎 Tony來到節目中 接受訪問成為一位專業的發言師 我想問你 其實你在行那麼久 剛才我們講到 其實成為一位髮型師 過程其實都不容易 因為你要先洗頭 學捲髮 學染髮 其實不是說不容易 做得好就不容易 做得不好 若樣色一點 就有個髮型師 我又問Tony 你都應該有這個過程 洗頭這件事很過人 怎樣去過程? 至今比較喜歡勢力 我喜歡比較大力 你去過關的時候 考這個事的時候 通常你去怎樣考法? 可能沒有實習 沒有實習 有實習嗎? 有 因為是同事的髮型師 因為我做第一間髮型師 在香港 只是助手都十個以上 髮型師都有十幾個 整間公司最少二十五、六個人 所以我們實習很快 那當你決定 髮型師決定 你可以過關 那你是跟誰去洗? 跟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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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的是的 通常都是給我們之前進入的那些 我們叫師輯 你洗他的頭 由他告訴你 你做得好嗎 告訴老闆 當然是我第一個導師 我師傅 他覺得OK 就通過 每一個過程 你先跟他洗頭 有沒有主要的秘訣 一定要怎樣才通過 不要用手指甲 不要用手指甲 是按照客人的要求 我想最重要的是 整個過程就是 你洗頭的時候 水盡量不要洗到別人的臉 因為很多女士們都是化妝的 另外最重要的是 當洗頭的時候 洗頭最基本的要求 一定是先坐在這裡洗 然後再去裡面洗 而坐在這裡洗 最重要的是 不要搖著別人的頭 不要搖著別人的頭 所以我們用那個力 是習慣了 因為從那開始 其實我們一路一路進升 每一個過程 我們認識的東西 我們用那些力 都用我們暗力 不會扯到別人 去抓到別人 其實都很辛苦 洗很多頭 你這麼說起我 就想起了 香港是流行坐在這裡 下很多泡 你的方法就是 那些泡不能摔到別人的臉 很厲害的 那些泡不摔 你先怎樣 香港是坐在那裡下泡 不是的 因為很多時候 有很多要求洗頭的顧客 我想由基本的十分鐘以上 到三十分鐘不至 最少 我明白了 我記得了 就是在香港 通常在這個座位 然後有個洗頭師傅過來 用兩支 tube 先跟你在這裡洗頭 然後舖是很厲害的 然後跟你設定了頭 好像筷子姐妹花 沒錯 但是那些泡是一邊洗一邊沒有 一邊再增加 所以一邊去增加 所以一邊去增加 即加加 因為頭不是在一個清潔下的情況下洗頭 所以那些泡沫是一邊沒有 一邊加一邊洗一邊沒有一邊加 是的 以前是這樣 但在美國我看到沒有這件事 一去就坐在床 不是床 在美式的髮廊 即是我們叫Salon 他們通常很少做這件事 通常在洗頭那件事 都不是太重要 主要都是做剪頭髮 Chemical 這件事就比較重要很多 他們的要求也不同了 即是你說可以這樣說 在東南亞的洗頭 要求的程度 跟我們美國相差很大 其實很同意Tony說的一句話 作為一位消費者去洗頭 真的很怕水在整個臉上 有時我試過 我曾經也試過 有些洗頭師傅 用花灑時 整個臉都和我弄濕了 我有些怕 不開心 不是說化不化妝 你的水不知道乾不乾淨 水不會乾淨 但問題 我明白你的意思 有泡沫之類的 我想問一下 其中另外一樣 水進耳朵 是否當作失敗 水進耳朵 我們的訓練 我們有方法 不會儘量進入水 我們有我們的訓練方法 我試過有些洗頭師傅 水進入耳朵 進入耳朵 我試過進入我背部 真的把背部 如果說進入背部 通常一般的情緒就是 當你拖起頭時 或者不小心 客人不能配合 要求 而他起床 他上了少少 水就流到 在洗的時候 已經入我背部 我試過一次是這樣 這不是經驗 你處理的事 雖然這件事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 是一個很普通的工作過程 但你的方法 所有事情是很重要 而且很同意一件事 其實這是很個人的事 每個人的要求不同 即是口味 即是不要說任何事情 就算大力和小力 陰力和陽力 人類各個都受不到 即是你受到的力 和我受到的力 完全不一樣 對 我也不會明白 當一個洗頭師傅 每天面對這麼多顧客的時候 有些是舊客熟客 他當然知道 但如果是新客 或是真的未必知道 但我想回頭 就是當你讀這個課程 或者你是實習的時候 每一個人的法則是不同的 其實這件事 我才覺得最考功夫 所以不是第一件事 你要先學梳頭 我們學洗頭才學梳頭 因為很多時候很多頭髮 進來之前 他的頭髮是有很多Tangle 即是有很多結在 我們是要學處理 那些所謂在頭髮打卡的情況 或者有很多Tangle 我們是要第一件事 洗頭之前 我們要學梳頭 學梳頭 梳頭 我都看見有些人 是梳頭才去洗頭 以前 現在比較少了 現在很少 是的 尤其是長頭髮的女士 我知道一件事 Tony一行當然是叮叮大名 但我們同仁的髮型屋 或者髮型師 跟外國人的髮型屋 跟髮型師 其實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也知道 當然外國人的價錢 是非常 即是剪髮 或者做任何 Permint 或者Color 都是比較昂貴的 因為他們分開 有Junior的髮型師 有Senior的髮型師 還有一個Top Designer 去製造的 如果是熟客 通常都會給你最好的 但通常是Walk-in 或者是你突然間 我想試一下這個 很出名的髮型屋 但香港也是 香港那時候 有好幾間的髮型屋 很出名的 那些人都試的 但去試 你當然不會去找 最高級最出名的髮型師 通常是Junior 或者Senior 那你是否這樣分發 其實現在很多的髮型 正如你剛才說 西方的髮型 或者我們中國人經營的髮型 其實我們都是有分價錢的 因為有很多的髮型師 譬如Felance 他只是做自己顧客的髮型師 又或者有些年資很高的髮型師 很多經過別人的顧客的介紹 所以才來找他們的指定師傅 還有你說分不同的價錢 那些髮型師 也代表年資 好像最近我預約 我回到香港旅遊 我也是找個年資最高的髮型師 但是我在美國 紐約未必見 在我們華人的髮型 很少分 通常的價錢 一樣 但唯一是女孩子的頭髮 如果算長短 現在的收費 亦都因為條例 是有不同 以前我們收費 是由多少錢開始 起 我們叫up 但是現在的法例 是不容許我們這樣做 我們只可以由多少錢 直接多少錢 亦都可以告訴你 這個由最低的價錢 直到最高的價錢 是代表不同等級的髮型師 哦 譬如你說是20到80 是 一定在這裏 不會超過80 在這個價錢以來 現在的條例 是規定 以前有個up字 是有個up字 所以是 我印象中應該大概是 由10年前開始 有了這個條例之後 就不可以 還有你賣的所有專業的髮型產品 你亦都要表明這個價錢 如果不是 會有consumer 即是查到你沒有價錢 你沒有收據 你沒有這些證明 你亦都會有這個罰單的問題 可能 不是可能 是一定會 但他不去告你 你就沒有了 他要你處理好 他要你處理好 然後再報告上去 嗯 我又奇怪 很多人就是 我又見到很多時候很有趣 我發覺很少華人 會去外國人的髮型屋剪頭髮 反而我又經常見到 很多外籍人士 來到我們華埠的髮型屋 去剪頭髮 或者驗頭髮等等 我覺得這些挺有趣的 我本來有機會去過 一個日本人髮型師做的 但是他最少碰一碰 你的頭都100元 是的 我覺得是分那個 剛才所說的 Junior 那種階級 是的 但是我們入到一間 譬如假如我剛剛到埔紐約 這樣才算 我入到是找一間 隨便的髮型屋去剪頭髮 我怎麼知道 誰是Junior Senior 還是 他一般的收費 應該正常的髮型屋 的收費都是 按照那個walk-in 即是non-request 你是沒有指定的髮型屋 的情況 那個價格是一樣的 那個價格是一樣的 是 有很多現在我們在華埠的社會 對我們收的指定髮型屋的價錢 是不同的 所以一般如果就這樣walk-in進來 是沒有指定的 他們應該是設定他們本身的walk-in的價錢 但是我這樣的意思是 你這間A髮型屋設定的價錢 和B髮型屋可能不一樣 絕對不是 絕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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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每一間公司不同 對 其實我覺得髮型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是很有創意 但其實我也想問你 你怎樣考試呢 你讀了14個月左右 一千個小時 怎樣考試呢 我不是讀一千個小時 不是說你 即是現在我們在美國 他們那些去讀的 去到最後 他們讀完之後 一般那些髮型學院 是很難以我所知 他們讀完出來 是不可以找一個工作 去做髮型師 因為他們是完全沒有實習經驗 有很多為了興趣 或者去玩 或者試一下這個行業 打算去做單 但你之後從 我認識了一個 譬如我在1999年 我去加州深造法 發營課程 我認識了一個 曾經做了十四的 他由零開始 他又不認識 做到的導師 他讀完十四個月後 那個公司請回去 他不是做髮型師 他也不是做assistant 他是做一般雜事 他也是做雜事 用了這麼多錢做雜事 因為他的雜事 我印象中他做了一年 他做了一年之後 然後經過他的公司審密 他們的要求 九十一個髮型 完全pass之後 他才可以做初級導師 而他現在也成為了 在上海一個很知名的 在我們華人亞洲的髮型導師 那時候聽聽廣告後悔心聲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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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